欢迎收看无线七点半一小时新闻 我是肖子恒 今晚的主要新闻有 沙田马场赛事四个骑士堕马 其中三个人送丸自利 维港渡海泳服办 过千个参赛者 其中四个人不舒服 研究发现 Omicron变异病毒株 会降低伏必态的中和抗体 第一详细的内容 沙田马场下午发生严重意外 四个骑士堕马 其中三个人要送丸自利 第五场千二米的香港短途感标 稀威心拆骑的军达星 入最后直路前突然失体 随后潘顿拆骑的标志未来 田泰安的肥仔猎猎 以及日本代表福永有一拆骑的 秒发灵机相计堕马 第一个倒地的希威心被标志未来扎中 潘顿落地的时候撞到头部和手部 福永有一撞中马匹再墮地 而田泰安就没有被马撞到 在地上翻滚 马匹君达星和肥仔猎猎需要人道毁灭 其中三名受伤骑士 希威心潘顿和福永有一 被送到威尔斯医院自利 遇下的坐骑需要逆配 部分人头部被粮等受伤 有亲友赶到医院了解情况 田泰安就没有大碍可以角逐渔下赛事 这场赛事最后就由香港代表显森胜胜出 马会之后表示 之后两场国际赛的颁奖仪式重拣 不会就国歌 沙田马场举行四场国际一级赛 香港短途錦标是其中一场 12匹参赛马之中有3匹外队马 对上一次严重堕马意外发生在2018年 澳洲骑士安国轮堕马 导致四肢瘫痪 无线电视记者在王志謙 沙田马场 今届香港国际赛事 在多项的防疫措施下 恢复给观众入场 有马迷说可以亲身见证 金枪60打破头马纪录 感到兴奋 新一代马皇金枪60破纪录一刻 观众都赚好 因应疫情看比赛的时候需要维持1.5米社交距离 并且按预定的编号入座 赛马防护抛也都连续第二年实施 海外来港参赛的工作人员需要完成接种疫苗 赛马会安排私人飞机接载 他们抵港之后需要入住指定检疫酒店 并且只可以往返酒店和马场练马或者比赛 交通也都要点对点 至于本地职员接触海外人员的时候要着上指定防护衣物 疫情下担任骑士或者连马斯的海外人员 在马匹亮相的时候需要停留在红色范围 和本地人员停留的绿色范围分隔开 减低传播风险 班长的时候也都有同样规定 海外和本地马匹队伍分开两个班长台 班长之后也都会作消毒 无线电视记者利游昆布道 因为疫情停办两年的维港渡海游上午举行 今届采用新赛道 人数就大减超过一半 1200个参赛者里面有4个人不舒服宋远 杜海游在特首林郑月娥等主持之下 早早8点多举行 游竞赛组先出发 参加游游组的就有过千人 包括一个63岁相残人士 我游这么多次是最大浪的一次 我觉得我能够完成到这个比赛 我自己也有进步 我自己也觉得是心安利得 新赛道以湾仔金字经广场为起点 游至尖沙咀星光大道 对我们榮手来说是方便了很多的 因为我们认别方向那方面就比较容易一些 因为对着对面 尖沙咀地标比较容易认的 于是我们那条路线可以游得直一点 赛道全程大约一公里 竞赛组男子冠军用了近14分钟完成 因应疫情参赛选手完成赛事之后 就必须佩戴口罩 在尖沙咀中点这里 有工作人员向完成赛事的选手派发口罩 今届参加名额 由上届3600个减至1500个 最终有1200人参加 少过10人因为未能提供针卡 无办法参赛 大约160人未能完成赛事 中途退出 今年比往年多 中途上赛有8多个 往年可能10来20个 另外送医院那些有4个 我们估计可能跟水温偏良有关 大会说会视乎明年疫情 向政府争取增加参加人数 无线电视记者曾经报导 因应Omicron新变种病毒 本港至今将超过70个国家 或者地区列入A组指定地区 只是接受打齐疫苗的香港居民入境 政府强调严格的措施是有必要 Omicron新变种病毒在全球扩散 由国际间发现Omicron至今 本港将70个国家或者地区 列入A组指定地区 即是只是接受已经接种疫苗的香港居民入境 当中有12个地方的抵港人士 更加要接受更加严格措施 即是抵港头7日要先入住检疫中心 检测情阴性 才转到检疫酒店继续隔离 被问到这个状态要维持多久 会不会最终令到香港和全球隔绝 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兆耻 强调这个做法成功令5宗Omicron输入个案 未有流入社区 现在我们的最高规格的措施 其实我相信这个都是市民的一个期望 我相信我们都会继续走这个方向 直至到我们一直都会留意 全球的科学家有没有更新的数据 他从真本港疫情虽然稳定 但Omicron传染力快 在全球病例越来越多 呼吁尤其是长者要尽快接种疫苗 其他人士也应该打第三针 据了解卫生署核下相关科学委员会 最快月底再开会 商讨进一步扩大接种第三针伏必泰的对象 包括已经接种两剂伏必泰一段时间的人 不至于何时将疫苗气泡扩展至所有食肆 表演场地等等 即是要打针才可以进入 陈兆小说会审视推出时间 希望在我们未做这件事之前 大家的疫苗的接种率会不断提高 当我们就算是推出的时候 就不需要大家这么担心 都是呼吁大家不要等 我们要强制然后大家才去打 疫苗顾问专家委员会委员恐凡 仍是认为现在的安排比较稳妥 相信要等圣诞节过后 国际间有更多病例和数据 才决定是否要再调整 无线电视记者利益昆布导 另外本港新增五宗新冠病毒输入个案 其中四个人带有变种病毒 五个患者介乎14至62岁 全部曾经打过疫苗 其中两个人是外用 上个月22日和今个月2日由菲律宾抵港 在祝国湾检疫中心 和青衣华日酒店检疫期间确诊 其中一人带有L4R变种病毒 另外三个人上个星期日 和上个星期五由英国抵港 两个人带有N501Y变种病毒 一个人带有L4R变种病毒 其中两个人在机场检测的样本呈阳性 另外一人在黄竹坑欧华时尚精品酒店 检疫期间确诊 初步确诊少过10宗 港大和中大医学院一项联合研究发现 Omicron变异病毒株 会降低伏必泰疫苗的中和抗体 水平是原本的32分之一 但预期对预防死亡和重症 仍然有保护作用 新变种病毒Omicron有机会成为主流新冠病毒株 多个地方正是研究它对新冠疫苗的影响 港大和中大医学院最近随机抽验 10个人接种两剂伏必泰疫苗之后 一个月内的血液 再测试对Omicron的反应 发现大幅削弱伏必泰的保护力 从原本看到 百点代表被病毒杀死的细胞 左面显示接种伏必泰之后 不见大部分的百点 而未杀死大部分原始的新冠病毒 但右边的Omicron变异病毒株 仍然有不少的百点 被沙密的效果不太明显 跌至几乎没有 他补充根据国际文献 中和抗体至少要有大约25个单位 才算有足够的保护力 又说科兴疫苗的中和抗体 本身随着时间较伏必泰为低 研究团队推断Omicron 可能会令科兴丧失更多的保护力 相关研究结果日内完成 他认为长远所有人都需要打第三针 有数据是辉瑞伏必泰打了第三针之后 那个抗体又可以跳到25倍 他说下个星期将会测试第三针对Omicron的效力 而中和抗体只是其中一项免疫的反应 另一项是细胞介度免疫 相信不太可能受Omicron变异病毒株影响 与其疫苗对预防死亡和重症仍然有保护的作用 报线电视记者吴家軒在这里 另外在以色列 有研究员将20个5至6个月之前 打了两剂复必泰人士的血液 同20个一个月前打了复必泰加强剂人士的血液做比较 发现第一组人士 未能够产生中和Omicron病毒的抗体 但是打了加强剂的一组中和病毒的能力增加100倍 显示第三针有明显认对Omicron的保护力 有关的研究结果 与疫苗制造商美国辉煦药厂 与德国Biontech较早前公布的研究结果相若 先休息一会儿 回来会报导 立法会选举在职 多个司局长笛的官员呼吁选民踊跃投票 美国中西部六个州受到连串的龙短风吹集 超过80人死亡 回来新闻时间 距离立法会选举还有一个星期 多个司局长级官员透过例行网置 继续呼吁市民投票 继日前落区宣传立法会选举 财政司司长陈茂波三天之内第二次透过网置 呼吁市民投票 他说世界立法会代表将会在外国者治港的原则 行政主导的治理体系之下 扮演着监察政府 推动梁正善治的角色 在一国两制之下 本港可以继续善用资本主义等等做大蛋糕 但同时也都要分好蛋糕 他说一些西方式民主社会 采取的泛自由化政治制度 多年来容量资本的政治影响力过度膨胀 经济成果分配严重倾斜 牺牲了民众的利益 而中国发展模式 就一直仅仅以人民发展为中心 今次香港的立法会选举 比各个阶层都有代表参与其中 以兼顾最广大阶层的整体利益 是更加能够全面反映民意 律政司司长郑若华在网织交代和学生聚会 也提到已经邀请对方 呼吁他的父母和亲友投票 为香港和年轻一代建设美好将来 公务员事务局局长聂德权 就联同高级公务员团队 在社交平台上载短片 形容公务员团队上下一心 以行动呼吁投票 说每个选民的一票是相当重要 要同心为香港写下新片像 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兆耻 和发展局局长黄伟伦等等 也都在网子那里同时提到要投票 黄伟伦强调政府会全力办好今场的选举 而完善选举制度下的选举 是具有政治包容、公平竞争等等四大特色 无线电视记者陈介寅报道 九龙东有五个候选人 在十个地方选居中竞争最激烈 候选人出席本台论坛时 就民生和政治问题辩论 民主市盧陈俊鸿批评 劏房条例未能有助改善居民生活状况 是建制派的责任 大家知道劏房条例中 融融难难 包括了什么呢 欠缺了起始的租金 为什么这么难都要通过 那汤家驊有没有反对 没有 他在行会是没得投票的 他在行会讨论劏房条例的时候 汤家驊表达了什么意见 陈生 对不起 我不知道 因为我和他没有什么关系 他也是你民主思路的召集人 你和他没有什么关系 我想说清楚 因为我们就是一个自负 不是政党 真是相当独立 如何维护国家安全 有候选人要求各人表态 即是你如果都是支持23条立法 是不是 大家有宪政责任 大家都是爱国爱港的 我说盐文宇 你不用折我 我不会中鸡 胡先生都说得很对 这是一个宪法的精神是需要做的 请问你有没有咨询过 你们九龙东的市民 会不会有充足的时间咨询他们 和让他们了解呢 想想2019年 有些店铺明明支持公联会 它说如果我贴了你的海报 我会被那些黑暴分子扔汽油弹 所以有国安法 人人的言论自由才得到保障 新华区下九龙东咸丐观塘 和黄大仙区的彩云村彩虹 总选民人数是九龙三区里最多 无线电视记者郭荣欣报道 国务委员兼外长黄毅 批评美国和某些西方国家 喜欢将不民主的母子 扣在中国等等的发展中国家 背后隐藏西方的傲慢和偏见 黄毅在人民日报责民 批评刚结束民主峰会的美国 认为一个国家是不是民主 关键在于是不是做到人民当家作主 强调国国实现的民主方式多种多样 不存在为我独尊的民主 更加不存在高云一等的民主 黄毅说要专业 回来新闻时间 先看看中国新闻 内地新增49宗新军病毒本土病例 其中浙江占38宗 为免疫情传播 多地的政府呼吁民众 在元旦和春节期间不回乡下 就地过年 浙江这一轮疫情持续扩散 其中肖兴有22宗 杭州和宁波各8宗 宁海院所有警区宣布关闭 而陕西西安 有医院门诊部的职员确诊 当局正是追查接触者的情况 另外国家卫健委公布 全国接种新冠疫苗超过26亿剂次 而元旦春节假期就来到 为免人口流动增加疫情传播的风险 广东中山 广西 和河北张家口 要求企业鼓励员工不回乡下 在当地过年和网上拜年 广西相关部门更加警告 如果企业不遵从 最严重可以被责令停蟋整顿 中国人口的出生率再创新低 多个地方推出不同的政策 鼓励民众生育 有全国政协委员就认为 要加强年轻一代的生育责任意识 中国国家统计局近日公布 2020年的人口出生率 只有8.5% 創下1978年以来的历史新低 全国政协委员 中国继生协党组书记黄培安认为 低生育水平是新常态 虽然多个省市增加生育奖励价 但支援配套不足 加上疫情的影响 导致年轻人延后分育的安排 他认为当局要从多方面着手 一方面建设新型分育文化 提倡色灵分育 优生优育 强化年轻一代的生育责任意识 一方面支援女性平等就业 和生育之后重返工作崗位 内地多间卖地方小食的食店 用了已经注册成双标一部分的地名 被双标持有人提控侵权 和索取加盟费 最高人民法院表明 双标入面的地名属于区域公共资源 双标持有人无权因为这样 而收取加盟费 内地不少餐厅卖特色小食的时候 都会标明地名作招来 不过陝西的铜关肉夹磨协会 在成功注册商标之后 在全国多地的法院控告多间 用了铜关地名卖肉夹磨的餐厅 要求他们缴交近10万元人民币的 加盟费或者侵权费 事件其后引起网上舆论 央视也发评论 质疑有人滥用知识产权借机谋利 同关肉夹磨协会之后发声明道歉 并同部分的相互和解 有内地学者认为双标拥有人 如果刻意滥用权利可能违法 一道切实的维权 尤其对那些平时守法的这种经营主体 会形成一种非常难以承受的这种压力 如果是他自己揣着明白装糊涂 那么他的这种行为在某种意义上 也可能涉嫌违法了 最高人民法院说双标内的地名 具有独特商业价值 但是属于区域公共资源 根据双标法 不可以借此获取加盟费 提起恶意诉讼的人 法院可以依法 予以罚款、拘留或者追究刑事责任 国家知识产权局也说 协会无权收取加盟费 无线电视记者李卓謙报道 晨周十三日三个航天员日前在中国太空站直播太空授货 其中女航天员黄亚萍是中国第一位太空教师 两位太空授货 她亦都是继美国女太空人巴巴拉摩根之后 制加上第二位的太空教师 2013年6月20日 晨周十日飞船航天员黄亚萍 在天宫一号太空站 由另外两位太空航天员聂海胜和张耀光协作 进行中国第一次太空授货 我是黄亚萍 本次授课由我来主讲 这次距离地面大约340公里的授货 历时50分钟 除了观众透过中央电视台看直播之外 全国6千多万的中小学生 亦都有看授货直播 在太空失重环境中 我们个个都像是身轻如燕的古灵高手 黄亚萍在她第一次太空授货 讲授了在失重条件之下 物体运动的特点 以及液体表面张力的作用等内容 并和部分地面师生进行双向互动交流 本港亦都有学校安排学生在课室看直播 而黄亚萍日前的第二次太空授货 就是全球直播 比起第一次的通讯保障技术更为成熟 可以进行更加充分的天地互动 回来新闻时间 有乐坛教父的称号 著名电台主持Uncle Ray 郭利文 今年5月退休 结束长达72年的广播生涯 他对广播界 以致乐坛都有心愿的影响 超过半世纪 电台主持Uncle Ray风雨不改 陪伴听众度过无数夜晚 人称Uncle Ray的Ray Cordero 是生于香港的葡萄牙籍人士 喜欢打鼓夹班 1949年Uncle Ray加入黎迪富星 最初做赞稿员 童年转做唱片骑士 之后加入香港电台 并且在1970年主持All The Way With Ray 推介西方流行音乐 这个节目更加成为香港 最长寿的电台节目 我喜欢这首歌我会播出 一天就喜欢这首歌我会播出 Uncle Ray也致力推动本地音乐发展 提拔过不少音乐人 包括歌神许冠健 2000年他获见历史世界纪录 确认为全球持续主持 电台节目最长久唱片骑士 今年5月 因为疫情肆虐 他决定退休 结束长达72年的广播生涯 我现在九十多岁了 我继续做都可以 我早就想做些退休 Dennis自小是Uncle Ray的忠实听众 他说听Uncle Ray的节目 最大得着是可以一边听歌 一边学英文 机场是什么国籍的人士都会有 我是负责前线工作 很多时候我们需要说英文 绝对Uncle Ray的节目可以帮助很多忙 在红馆举行的Uncle Ray榮优演唱会 Dennis两晚都是座上客 所有的观众都是期望从歌曲里面 从Uncle Ray今晚的说话 找回很多很多我们以前的回忆 Happy birthday Uncle Ray 今天是Uncle Ray生日 香港国际猫王歌迷会成员 提早为他庆祝97岁大寿 他有什么生日愿望呢 无线电视记者 廖天站报道 政府说截至中午 近34万人申请注册香港健康码 当中9万8千人启动上户 对于同内地通关截有配额制 有组织要求将至少一半的配额 给探亲和有特殊紧急需要的人 本港同内地筹备有限度免件的通关 早前有消息说初期每日配额1000个 政府就说会为工商务 又迫切需要的人士争取配额 陈女士说16岁患有自闭症的小女 以往一年回广东四次见亲友舒缓病情 现在已经两年没回过去 加上在内地的妈妈中风 她也应该获发配额 因为她和公公婆婆是差大 一来表哥表姐那些人又和她一起玩 那些地方又大一点 有时多些人帮她聊聊玩玩 她会减压会好很多 协助她的组织说当局至今未有清晰定义 何谓有逼切或特殊需要 建议将奔丧 探望病危亲友 治病等等列入这个范围 连同探亲的目的 可以获至少一半的通关配额 也都按紧急程度 轮后时间和和探访对象的关系计分 越高分的越先获得配额 因为如果她做不到这个名额 而她真的需要急需回去的时候 她是要借债 她要持工 这些都是一些很大问题 甚至有些有抑郁 有情绪 有精神病 组织建议政府定期审视配额机制 似乎疫情的进展和轮后人数的多少 增加通关名额 又说厌时八成港人在内地有亲友 有十万人每日需要往返两地工作 居住和上学等等 亦都有十万个两地婚姻 促请当局正事 无线电视记者 李慧尔不得 劳工及科力局局长罗志光说 计划新一届立法会成立之后 修订安劳院条例 要求安劳院社提升质素 否则不可以继续营运 罗志光在网址提到 安劳宿委的轮后时间 由现届政府开始的时候平均两年 减到最近的十九个月 现时透过两个方面 增加缩位短期供应 分别是透过买位计划 五联合共买五千个甲一级缩位 以及正是检讨安劳院条例 提升院社法定要求 安劳院如果不尽早改善服务 法例修改之后就不可以再营运 他预计新一届立法会成立之后 提交修订草案 延迟在救私内会有过渡期 警方说今年取录的建杂督册策和警员 较去年同期有上升 当中三十岁以上取录的人数占了三成 事实上是 机动部队的全副武装 影块相机的征速仪器 警察护送组的贴马车队 为了给更多市民了解警务工作 及吸引有兴趣的人士投考 警方举办今年第三次招募体验日 开放黄竹坑警察学院 给市民近距离和各部队互动交流 警方说三次体验日 一共吸引超过4000名市民参与 尤其投考的市民可以即场报名 参加体能测试和面试 之前我本来是进入过来的 我想再试试会不会再考考到 过去训练过的 但是中途有些可能不合格 我主要是想服务社会 我上次都有来过 我这次来是想要报了健身试试 警方说由4月至上个月 一共取录141名的建策督察 和429名的警员 分别较去年同期升量成和百分之七 当中44人是透过早前的体验日即场投考 而整体投考人士入面 有三成是30岁或以上的人士 首先我们的标准是没有降低 我们希望来投考的人士之中 他们的准备 他们无论心理或生理上的准备 是要足够的 我想作为市民 是不会去介意或者理会 我们警察的同事是什么税数 警方又说当疫情好转和通关之后 会去到内地和海外加强网络宣传 接触更多的当地港人 推广招目工作 无线电视记者吴家軒不道 随着太空旅游可能越来越普遍 更多人可以实现飞上太空的梦想 不过火箭升空对环境的破坏 可能远超过飞机 有美国研究顾问公司预计到2030年 每年有360次太空旅游 一旦太空旅游发展成一场活动 马来说将会加剧气候变化 和严重破坏臭氧层 建议要完善环保法律 保护环境 旅游 第一次 旅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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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